鲜艳明亮的色块 突然变成不安的晃动线条 数位作品的画风不断做出变化 瞬间又变成黑白 这款情绪魔镜 就是靠着AI解读人类的表情 做出判断 那事实上一个人的情绪变动 从脸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训练一个AI的模型 来辨识一个人的脸部 然后大概可以辨识 它到底它的喜怒哀乐 可是辨识完之后 告诉你你现在很生气 那没有意义 所以如何像镜子一样 可以让你看到说 我脸部有个地方脏掉了 我才会把那个地方抹掉 那我们就想出一个方法 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 团队结合像是蒙德里安 毕卡索等大师的画风 创造出及时的数位艺术 除了辨识人脸的脸部表情 作为抽象的数位画作 AI脸部辨识 更成为协助医疗人员 判断患者身体情况的新助手 就是一个表情的一个辨识 他戴着口罩 这样可以辨识他 他有没有胸痛 东海大学的团队跟台中荣总合作 患者走进急诊室 只要持续性的出现疼痛的表情反应 AI就会做出警告 我们也有做了这一个 我们用这个AI影像在脸部的辨识 然后怎么去知道说 变换进来的时候 它的胸痛的状态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当然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AI影像辨识在器官 我们也有做肝肿瘤的辨识 也有做骨松 这个骨质密度的这一块的辨识 这大概像是我们 在AI影像辨识上面用的最多 AI影像辨识系统 在医疗的用途 最常见的就是临床医学上的利用 东海大学团队就跟台中的 同纵和医院合作 透过大量的肝肿瘤影像 训练AI辨识出异常的状况 有时候这个CT就几百张 五百张以上 电脑这个磁症噪影 甚至上千张的 这些对放射科医师 这是很大的一个loading 尽管还在测试阶段 AI还在透过大量病例影像数据 展开机器学习 但是成功辨识度 已经达到九成以上 原来医师只看到 两个蓝色框框的病照 透过AI训练以后 那来测试一下 它能够detect出来 多少个病照 可以发现除了这两个以外 我们还另外看到一个 这个四方形框框的 这个另外的第三个病照 AI除了找病照 还能在医疗手术的最前线登场 大手术的时候 大概是使用250件到300件的 这个器械 有剪刀 有捏纸 光剪刀不是单一剪刀 它有三四种不同角度的 这个剪刀 那捏纸也有不同 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 它都是用人力去清点 人力清点的时候 大概是十分钟 十分钟 三个制程 三次的清点 大概就要三十分钟 只要简单的网路摄影机 再加上AI系统 就能减少90%的 开刀器械清点时间 我们就AI已经在 辨识器械的种类 然后每种类有多少支数 我们也都把它清点出来 可以刚刚所说的 就只要花这个三十分钟 就只要花三到四分钟 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快速的 让我的人员 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在上面去take care 我的手术器械清点 人工智慧物联网 也是东海大学的 其中一个强项 及时的串流影像辨识 也能应用在 急诊室的人流估算 未来还能扩大到 监控就在现场 在simulation里面 我们是IE 工业工程领域里面 我们是第一位运用 ALT结合一届的data 进入simulation来装这个model 这个model最主要是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整个的overcrowding 优色的状态 还有整个使用率 所以simulation是 非常棒的一个方法 汪少人主任强调 这些AI科技 主要就是透过 国科会支持下 成立的医疗系统联盟 与医疗产业结合 要打造大健康 产业的科技平台 大健康涵盖了 我们讲的医财 医疗 还有医药 生计 还有救护 防灾 全部都在这上面 甚至到现在 大家讲的这个长照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领域 汪主任表示 跨领域的医疗系统联盟 包括校内外不同资源 协助医疗界 发展智慧 医疗科技 以及媒合 认为台湾发展 大健康产业 将渴望跟半导体媲美 其他平台作为推动力 协助台湾大健康产业 成为站上国际的 新浪点 TV新闻 综合报道